我试过一口,非常美味 那些调味很鲜 原先我以为它是混合粉 下面全部都看到了 虽然不太大片,但有 奶黄包11元代12果 糯米鸡49元12果 还可以,不太贵 Hello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童德慧 今天又到我和老婆去喝茶的好日子 之前喝过几次,比较消费高 今次我们来童德慧,又试试一些平价茶楼 我们很久都没有过平价茶楼 原先我们打算来童德皇宫吃饭 以前我都经常来的 但谁不知在装修 上边也有一个茶楼,新开张 没试过,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去里面再逛逛 到这里 我们先继续居住 因为里面其实有很多我觉得 很多地方 亦有不少的配饭 以前谈 clothes 都跟她一起去 坏短,又便宜又漂亮又大 因为则③ Hello 既然童德王宫没有开 真是意料不及 我们继续往市场进发 里面都有茶饮 那么多街坊 怎会没有茶饮 前边热闹到 已经见到这些雷州烧肉 28元 整件整件斩 这些是大烧猪 大概过几年之前 和大家来过这里一次 当时都发现 竟然发现这里的市场 是这么热闹的 所以今天喝完茶 我们也会在这里买点菜 看看哪一样便宜哪一样 就买哪一样 刚才已经看得到 那些烧肉 但排队人数太多了 怕去到喝茶没有位 所以等一等 我们喝茶那间在哪 好像在前面 Hello Hello 我们又找到位了 又是这种格局 茶楼 不像很老西关那种风格 好像我们现在坐在圆桌 和卡座那样 更像以前的茶餐厅 但是呢 来吃东西的人 就很老广州 全部都是叔叔阿姨 吃完了过去买菜那种 又来到眼花聊聊 独餐牌时间 餐厅的名字 叫做四季茶居 茶位呢 是5元位 然后呢 星期一到星期五 全天 7.8折 你不打折 很难做 对吧 不过呢 他们是全天都有茶 先来看看饭 饭 饭也很吸引 南米蒸饭 23元 23元 这个价钱 全部都是美含折 扣的 蒜香排 那块是25元 我考虑到一早 你没理由吃饭 有几道比较新派的点心 比如说 咖喱牛肉科罗包 红米芋头糕 价钱都不太贵 15-17元 田园蜜豆饺 19元而已 又看看我们怎么做 花旗心汤蝦饺 原价24元 有想过上边这个蝦饺王 价钱一样 整天吃蝦饺王 试试 湯浸蝦饺 再来还有牛肉球 还未吃早餐 当然我们喝早茶之前 怎会吃早餐 都是23元一份 这一样就不太传统了 他们不会把什么点 什么点写在上面 是大点 是多少钱 其实我更喜欢这样的 除了刚才那些 还有一些不打折 他们都会很清晰地写着 不打折三个字 挺好的 再来下面还有包 黑椒牛肉 萝卜包 也有 16元一份 隔壁这个搞笑 像生西瓜包 16元 不知道里面的馅饺是怎样的 又看看我们点了些什么 另外我们点了一个 浸珠红 14元 原价 还有炒面 我知道炒面 也是他们招牌菜 还有这个才搞笑 喝早茶吃这个 瑤枝醬 蒸丝瓜 不打至18元 实在少见 除了传统我们看到的点心 肯定还有腸粉 还有粥的 又看看价钱 除了最贵的腸粉 这个叫绿茶龙黄腸以外 其他价格都是 20元以下 例如叉烧粥米 九黄鲜虾腸和脆皮红米 都是20元 其他价格都是10多元 鸡蛋腸 齋腸 牛肉腸 牛肉腸都挺吸引 再来 还有粥 刚才我们有想过粥 不过考虑到 这几天天气 慢慢变得炎热 没有点到 都有不少选择 另外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 原先我们有想过 叫猪虹粥 有看到旁边的猪虹粥 有点吗 有点吗 猪虹汤 不是猪虹粥 所以 我们没有点猪虹粥 吃猪虹汤 猪虹粥就这么大 猪虹汤应该小一点 哇 炒面是新鲜叶辣 送上来 是我最喜欢的炒面 为何我会点它呢 其实有人看到旁边的猪虹 我就是喜欢这种干身的炒面 不算很粗 但是一定不可以太幼 下面是有些瘦肉 还有不少的酒 另外很有趣 它们这个炒面 像不像一个放薄薄的炒面 不是铁盘 而是塑料 塑料 塑料 再给大家看一下炒面 这种 这样的尺寸 刚刚好 又不会太长 你师傅在里面 已经重新鲜 如果让我炒面 我也会煮到这样的 试过一口 非常美味 那些调味 很鲜 可能里面放了些肉片 原因吧 它不单是来自 豉油的鲜味 豉油够香 油又不算太多 还可以吃起来自热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那里面 点底的油真的不太多 而且它不会跟用完了 要炒面的如先怎么炒定 在这样的状态 如先炒定 这种品种会搭着搭着 不然炒定 它放一个锅后 将会地加热 也会散发起来蒸氣 完全没有这种状态 这种糕片 这面是卷钱18元 再打算 大概14至15元 煮到就可以了 早上吃炒麵 湯蝦餃 用一碗匙 裡面全部都是湯汁 我還沒喝的 我猜裡面應該是花奇心湯 挺多的 是花奇心湯 很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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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還有一些芯 原先我以為是混合粉 下面全部都看到了 雖然不太大撇 但是有 如果打完一瓶應該要20元就可以了 三粒蝦餃 還有蝦餃 很大粒蝦 還有兩粒 還有兩粒蝦 裡面 因為有湯浸著 它的皮肯定不會爆 裡面也有花奇心湯汁 炒麵還沒吃完 有豬蝦 豬蝦湯 是否應該有匙匙呢 先用匙匙匙 接下來就試試豬蝦湯 我也很難喝過 看看豬蝦 也挺漂亮的 先看看 內外的顏色一樣 試試它 湯就不太多了 主力吃豬蝦 另外 它們這裡 是有配胡椒粉 咦 放一點胡椒粉 因為豬蝦始終有腥味 因為魚生鮮魚 越腥味 放胡椒粉 就令它沒有腥味 豬蝦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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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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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我剛才只看了了一些 旁邊的食材 其實這裡應該不用 compra 再iences 有点好些东西 再来多一口 以前还以为这些东西吃不完 事实上它是比我们想象中要大份的 真的大份 还未打折14元 打折12元 其实真的跟街边的小店 要企业不口吃的那些差不多是消费的 那些是8-9元 但是份量少很多 计算不及的一样 牛肉球竟然被我们打得冷 另外那几度趁热就好吃 牛肉球真是不好意思 黏住又很新鲜 它不属于那种黏住 这些肉还黏在上面那种 它是有柴油的 可以拿起来 不会有些肉黏在里面 没错 肉汁 再加上它有腐竹 这些腐竹也挺漂亮的 不像我们之前 我不记得它在哪里了 我真的不记得 试过一次腐竹老鬼肉 这个腐竹够白正 嗯 是的 这些腐竹吸着肉汁很好吃 这些腐竹吃腐竹的点心 你慢慢都想不到 让我们放了这么久 都挺好吃的 肉够弹牙 够紧实 没错了 然后呢 有芫荽 芫荽不多 够香 有马蹄的 可能它切得不算很大 最重要呢 有肉汁 比我们放了这么久 因为如果呢 牛肉丸放了这么久 其实表面会变干 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给大家再看一下 大大滑滑半个小时都有 里面还有肉汁的哦 真的挺好的 这里 份量又够大 价钱又不贵 挺好 而且呢 这些冷的东西都很冷 哇 差不多吃饱饱了 这个虾饺 让我分配到 我最喜欢它的汤 有花旗心味 再吃完虾饺 差点酒了 好在意 好 我们又吃饱饱了 最终埋单是73元 亦都会有不少打包带走 其实我想说很久 有观众可能会问 为什么你们每次都叫这么多饱饱 然后打包带走 我要说回一件事情 其实呢 在广州有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的 早上去喝茶 他们叫做 连中午那餐一起吃 对了 如果夏天 茶楼涼爽 有冷气 当然会坐久一点 如果不需要回家臭酸 你当然是连中午那餐 甚至不打包带走 但他们会叫多些 又或者 他们叫多一点 中午吃完它 你不用回去慢慢煮 一个人煮什么 或者两个人煮什么 所以 其实这个是我们 廣州这些 退休工人的 喝茶文化之一 我们不是退休工人 不过 接下来 我们就会去 买少许菜 买少许菜 我们这次带老婆来走 又有灯笼卖 看来昨晚我买的那些 比较好 这些卖衣服 我不跟大家慢慢看 前面进去就是市场 又是市场 又是市场 看着一衣 拿着菜 就知道 看到有些叔叔在卖粟米 这些粟米很大 在家里上次还没吃 多少钱 五元一份 五元一份 不算很大 但是五六条都有 上次还没吃完 别人买了 还有两条 只剩下 在西朗市场买一次 这个市场部分 是室内的 就不同 我们上次去过 是户外的 上次去不去 再说 这里是蒸包卖 奶黄包 11元 12元 糯米鸡 49元 12元 不算贵 这条街 很容易闹路 户外 又有卖衣服 卖面包 前面还卖陈皮 新范陈皮 一斤35元 这些是品质一般 品质一般 再来 对面 就是斩料 家福 家福也很出名 很多 分店没有那两家 那么多 但都挺漂亮的食物 烧鸭 20元 乳鸡 25元 58元 猪大腸 再说 对面 家鸣羊 家鸣羊 吃饭 菜心 切得很齐整 5元 这个是和田菜心 这些有很多菜 可以买的 青瓜 茄瓜 3元 走进去 买猪肉吗? 上次不是买了五花腩的吗? 一来是猪肉当 上次买了五花腩 就不买了 右边是鸡翅当 全部都是鸡翅 上次我们去另外外边市场 其实还买了一些猪皮牛 当时我们是有拍摄的 包括那张卡 神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是两天不同的拍摄时间 在这里走完 可能我们会再多 即是有鸡翅 卖招 一梳一梳 那次 相比起上一次我们去的市场 这里就真的企丽很多 好像这些菜 灯打下去 挺漂亮 飞水产部分 地下只有少量的垃圾 完全不会是湿液的 蔬菜放得很整齐 自然的价格 肯定会轻轻有上涨 也是很正常的 但你眼见这么漂亮 而且过几天就快乐 今天是星期三 到星期六就快乐 这些菜 是什么 这是芥菜仔 芥菜仔 这么快就有芥菜吃了吗 我煮一斤 我煮一斤 煮一斤芥菜仔 三个半 芥菜仔 这些是甜的 对吗 淋甜 肯定要苦吃的 芥菜不苦吃 做什么呢 芥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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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一斤芥菜 其实用了三个半 买芥菜仔 中午即食那种 因为这里很接近光蓝果批 其实这些蔬菜 水果都挺便宜的 另外 我们尝试过去光蓝果批 不过无论任何时候 当时没有疫情 我们去到的 因为它是属于批发市场 管理是比较严格的 它是需要有纸质 记住是纸质核酸报告才能进去 大哥 我在哪里找纸质 可以吗 你说要我做纸质核酸报告 其实也不太难 回合时间便可以 纸质 所以我们只能回市场 挖一下 买一下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这里叫做横教市场 没错 就是横教市场 在旁边就是545总站 在这里走出去 就是上部的站 这里住的居民特别多 而且这里的楼价 不算很贵 所以有很多听到的声音 都是广州老街坊 可能是外边拆迁 老城区 起地铁 算是这里 正因如此 刚才我们去喝茶的地方 听到的大多数都是本地人 其实你在那个时候喝茶 只有我们广州人才知道 我们看了鞋 刚才说的 就是8月15分 额 48元 老板娘说过几天 就是8月15分 到时也是85分 85分 很正常 过节 到过节是大家全聚的 所以要吃便宜 今天吃水产 今天不买就没了 过几天 就会吓死你了 不过呢 早几天我们才吃过这么多 老婆看了两眼就走了 玩鱼 脆肉玩 哇 足够腥了 水产这个区域 地下自然 凉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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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凉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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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买的那些45分 也没那么多 是呀 那买不买些 晚上吃 真的要上次 但是回到今晚才吃 今晚才吃 算了 算了 不要吃那么多海鲜 多方考虑 放到今晚不新鲜 所以就没买 哎呀 那些蟹挺漂亮 人是惊不起考验 来到这里又看到这么漂亮的蟹 价钱是一样 搞到又想买 哎呀 45分 前天子 好像比萧光市场还似乎 对 是 那里都有够大的 但是 那里 还没这些如山脈 没这些如山脈 没这些如山脈 上次萧光市场那些 值得吃就值得吃 大就真的大 但回家已经慢走 一定要马上吃 到了晚间 我想不需要吃 因为蟹这种东西 它一死了就不吃得的 它马上滋生細菌 它不和其他水產可能情況沒有那麼惡劣 什麼顏色? 我又買了那種牛油香味 即是紅色這個? 好像是,我忘記了那種 可能品種不同,品種不同 品種不同 風率賣 這個叫做Yui 對,Yui 即是這種 $25斤 先拿上這 這個Yui好 是25斤 它是幫忙打皮 至於老婆發現一隻貓 嘩! 惡到!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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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買錯沒有買錯 不是沒有買錯有買錯 這些要十級粵語才聽得懂 十級 你聽不聽得懂 有買錯沒有買錯 有買錯沒有買錯 嘩 是不是很難 他大概意思是 賣的就是說我真的很划算 你買就一定不會錯 錯的都是我吃虧的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當然想跟街坊說一些比較地道的意義 來促進賣好一點 然後那個叔叔在旁邊走過就說 他說錯了 非常搞笑 這裏也有很多小食店 還有這個情景大家多久沒見過 八雲區是可以這樣的 是可以這樣的 其實我說的是後面的小食店 在這個方向出去就是去上部地鐵站的方向 我們會去上市市場 該買的我們都買得七七八八 最遺憾就是買不到蟹 留下一次吧 現在我們會一直穿上去上部地鐵站的方向 又會經過上次的大舊粉麵檔 又看看那邊有沒有什麼便宜的海鮮賣 這裏竟然進來上部村 上次都好像沒有走到 上部賓館 真是交關 看上去的屋大多數都是那些村屋格局 反而路面比較闊 上部經濟合作社 即是上部村 終於我們又來了這邊 這裏比較麻煩的市場 紅蘿蔔的兩元斤 挺便宜的 我們去前面那裏 因為純粹我們只是經過 不知道有沒有便宜的賣 我們回去坐地鐵站 老實說 跟上次一樣 這裏真的沒有適合 教南市場 路面那麼綺麗 這裏價錢又是便宜一點 例如零下菜心 5.5元 豬肉 都有 然後竟然有香印 10元斤 吃過再買 現在太多香印了 我們上次好像在這裏買過冰鮮魚 老婆說煎了之後很好吃 我又不幸運 吃不到 就在這裏 買菜心嗎? 零下菜心 3元斤 值得買 這裏比較粗 它已經一塊一塊噴好 4.3元 這裏是一塊一塊噴好 就不可以選擇 一半都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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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元 我們買了4.5元 零下菜心 這裏的菜心很粗 菜心很粗 煮起身都是軟甜的 零下菜心通常都是這樣的 水池味是時候 這裏多少錢? 9元 9元斤 因為要就時間了 這集影片應該是過了中秋節才播放 現在還未到中秋節 還有幾天 所以水果也特別多 但是如果你說我又想吃 但是不想在中秋節買這麼貴 其實在中秋節買 是會便宜很多的 水蜜桃 早幾天買的那些很漂亮 但是那些很貴 這個是三個半銀紙巾 剛才我們不是想過買那些燒豬 不過是想著 去喝茶不要買 而且那些燒豬就肥了一點 現在走過去好像有點遠 油酒堡 吃不到好東西了 給我們發電檔斬料 雞翼是30元 隔離燒肉25元 不用擋 終於在這裡找到斬料檔了 買四個雞翼 中午回去中飯了 現在是30元斤 22.8元 22.8元 沒錯 4隻雞翼 4隻雞翼 22.8元 那豈不是5.5元 沒有人知道 我有沒有計算錯 對呀 至於這個猿者賞歐 大家不知道是甚麼 是一個吃火鍋的地方 現在全部變成賣菜 呵呵呵 欣賞一下我們剛剛買的 靚雞翼 先看看 油水不錯 而且很大隻 嘩 不斬 真大隻 這種 是吧 肉的部分很大 圍到5元 5.5元 一隻 抵食 因為你要縮水 吸收好 通常如果要現場吃 我都會叫老闆斬開 如果不現場吃 當然是不斬 就是這樣 你又看適合這件事 我們廣州人就是這樣生活的 你不用說一定要吃到很貴 最重要是跟老友一起 跟茶客聊聊天 吃飽 有時可能回家 有時有時間 你也要打叮叮波 或者打完 再買一點點菜 回家 幾個人 在銅德維 大多數老街坊 都是找得到這種感覺 食物又不會很貴 停車費又便宜 選擇又多 封劍又人 最後終於讓我們發現 美好的提子 毛指青蹄 七個半文字 這些又叫做懶人提子 洗乾淨之後 就這樣塞下去就行了 連眼睛都不用望一眼 也是用手放在那邊 好像吃爆谷一樣 拆下口 我那個人 大多數老百多都不會太老 很老 很新鮮 酸一點就酸 提子酸極也有一個店 我选择熟的 我选择熟的 他真的懂得选择 是的,熟的就是新鮮 我选择抽 我选择抽 吃到这么多? 吃到,拜训 就这样吧 14.5厘米 14.5厘米 买了葡萄 也是时候回家 我刚才看到原厂汤黄线 和我小时候看到的 是一样的 现在黄线 都应该是这样的 好,我们又买齐了 现在差不多11点 也是时候回家 彭德韦又走了一天 自可惜买不到 45元的靓蟹 留下一次 各位观众,我们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